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 南无阿弥陀佛 笑着尽住七宝池 佛告诉我们说 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 还说有想供养佛的应该要供养病人 病人状况各个不同 要如何帮得上忙 就是要常常交换角色去想 将心比心将身比身 就比较能够了解 要怎样帮助病人 比如说 一个重病临终的患者 怀念他在国外不能回来的孩子 在掉眼泪 这时候 如果理智地告诉他 你怎么这么贪恋 挂爱孩子呢 你挂爱孩子会堕落啊 病人听了可能会生气起来 认为 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要死 你才说这种不尽人情的话 你才说这种不尽人情的话 所以这句话在理论上 虽然是正确的 但是讲出来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不但不能劝他 反而会让病人生气 堕落更深 如果能够先体谅病人的心情 再帮助他 再帮助他回心 转向阿弥陀佛 效果就会比较好 比如说 告诉他 你真是一个慈祥的爸爸 才会这么思念您的孩子 您以这种慈父的心 一定最能体谅阿弥陀佛 大慈父 思念我们 希望我们安乐的心 所以您念佛 一定特别能和佛相应 我们一起来念佛 回向给您的孩子 阿弥陀佛大慈悲 不但会照顾我们 也会照顾您的孩子 您放心 病人一旦能够了解佛心 一念能够转向念佛 他的贪恋 挂碍自然会放下 根本不必特别去指责 强迫他 如果家属太过粗心 没有仔细体会病人的需要 给他安乐 对待病人 脸色也不好 选病人放下念佛 口气也不好 这样 病人从所谓学佛的家属中 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 慈悲是什么 这样的话 病人很不容易产生感恩的心 来欢喜念佛 更难以体会阿弥陀佛的精神 如果没有体会到佛心的话 念佛只是嘴巴念 心根本就不相应 甚至会念得很不情愿 所以我们帮助病人 所以我们帮助病人念佛 不能只有用理智 冷冰冰的去强迫 这样会使病人产生不服气的心理 反而拒绝念佛 病人会觉得 今天痛苦的人不是你 你才会在旁边说大话 说风凉话 今天如果轮到你 看你多会放下念佛 有的病人甚至会想 你们学佛的人这么冷酷 没有慈悲心体谅人 我才不要跟你们学佛呢 一旦病人产生了 这种不服的心理 他就会对劝导念佛的人 生起反感 连带的就不要念佛 这样就会误了 他的生死大事 这样我们就太对不起 阿弥陀佛了 这是眷属们要特别注意的 劝导念佛要注意方法 言语态度 不要太着急 才不会误大事 当然 会生起不服的病人 他的观念并不正确 我们要知道 念佛是我们和阿弥陀佛的事 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要不要放下 得轻松自在 要不要念佛 得佛力加倍 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就像解大小便 要自己解 别人不能代替一样 生死大事 别人也不能代替 我们要念佛 让自己欢喜 或是要不服气 生烦恼 都是自己的选择 就算别人生病 都没有能力 克服痛苦 来安心念佛 我们自己也必须 要有能力 克服痛苦 安心念佛 才能够感动阿弥陀佛 来引导我们 总不能因为 劝我们的人 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 不做到 要知道 做不到 就不能去极乐世界 这就使自己吃亏了 别人是不能够赔偿我们的 不服气也没有用阿 不管别人 做得到 做不到 我们自己努力做到 才是要紧的 我们大家要注意 讲话言语的作用 往往比药物更快 更强 而且作用影响更长久 我们又要小心 说话更加要小心 在一个人病很重痛苦的时候 说一句伤他的话 往往会使他怨气很深 甚至可以杀害他的生命 这是非常残忍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能讲一句 安慰 鼓励他的好话 帮助他提起信心 安心念佛 也可以帮助他 成佛 广度众生 所以 好话和坏话的效果差别 不只是天壤之别 是成佛和堕地狱的差别 另外 不但家属对病人说话 要将心比心 说好话 病人也要将心比心 体谅家属照顾我们的辛苦和担忧 我们并不是生的病就很伟大 需要人家 侍候我们 我们要用心交换角色去想 如果今天是对方生病了 我能够多有耐心 多有智慧慈悲 去安慰他 照顾他 病人也要时常对家属表示感恩 有知足常乐的心 我们大家不是生来结怨处的 我们是要互相帮助 欢喜过生活 一起快乐往生的 我们可以仔细体会 佛有万德万能 但是一般人是习惯称呼 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可以说 没有人会念 大智大慧阿弥陀佛 或是大雄大利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需要佛的大慈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因为苦难实在太难忍 太难挨了 好希望 好希望有人能够把苦与乐 这就是众生的愿望 众生的悲扬 佛菩萨 如果只有大智慧 而没有慈悲 这样的话 佛与众生就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了解学习的 从来没有一尊佛菩萨 会漠视众生的苦难与飞扬 我们如果想成就佛菩萨的智慧花果 必须要以大飞水 饶以众生 因为众生与佛菩萨是一体不可分割的 用一棵树来比喻 众生就是树根 佛菩萨是花果 如果没有以大飞的水来灌溉树根 是不可能成就智慧花果的 无论是平常帮助病患 乃至与佛菩萨 都是如此 《冷言经》说 观世音菩萨 上和十方诸佛稳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次礼 下和十方诸佛稳妙决心 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飞扬 也就是说 观音菩萨 向上和佛一样 有同一次悲的力量 向下 有了解每一位众生 苦难中的心情和渴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慈悲也就是最深的智慧 因为要有最深的智慧 才懂得如何减轻 众生的痛苦 给众生欢喜快乐 才能够随时随缘帮助众生 发挥慈悲 拔苦与乐的精神 我们要了解 佛的慈悲 并不是要给予众生 一块糖果 一时的止痛 而是要给予众生 真实究竟的利益安乐 帮助众生 以念佛来提起 自新的佛力 开发自信无限的宝藏 今儿发挥佛力 享受佛力 当最初见面的时候 陈太太就很热切地 问我说 她应该怎么样帮助陈居士 当时我就向她提出了以上的观点 她又问具体该怎么做 她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没有办法给陈居士最大的助力 所谓的助力 也就是 如果病人寿命未尽 就帮助他 使他病能很快地好起来 如果到病人寿命尽的时候 能够帮助他 提起正念 来念佛 跟随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 我敬意他说 您要有一种使命感 肯定您是阿弥陀佛 特别派来帮助陈居士 成佛的最佳人选 您一定能做好的 您可以在心中时常默道 祈求阿弥陀佛引导您 让您知道如何帮助他 当他很痛苦 难以忍耐的时候 您最好能够在他身旁 陪他念佛 为他祈祷 您要诚恳地跪下来 合掌恭敬 把您心中制成的祈祷词 念出声来 让他也能听见 弟子某某 祈求阿弥陀佛 帮助陈尽士 极苦休止 忧恼泄脱 身心安乐 能够安心念佛 感受到佛的慈悲加倍 他在痛苦中 只要常常听见 阿弥陀佛帮助陈尽士 酒酒就好像 熏香会染上香气一样 一有状况 他就自动会有 阿弥陀佛帮助陈尽士的心念 生起这一念 就会从痛苦中拖出来 汉佛巴上线 汉佛又能够沟通 卷屋的心念 汉引语 是一座桥梁 使病患 能够有痛苦的世界 通往佛的怀抱 通往快乐的世界 让我非常敬佛的事 陈太太真的一路这样做 而且做成功了 陈太太有一句很好的话 可以鼓舞绝望的眷属 他说 因为我太爱他了 不忍心他受苦 所以我把心爱的他 交给阿弥陀佛 希望他永远不必再受苦 成佛度众生 也让众生不必再受苦 这是多好的一个心念 多值得赞叹的一句话 由个人的小爱 扩大到佛的大悲 由世俗的恩爱眷属 提升为佛道上的菩提眷属 他是世间的一位贤妻 陪着先生走过癌病坎坷的道路 到最后的住年 他已非帮助先生 成佛不可的菩萨大运 即使累了也不敢休息 终于让先生永远离苦得乐 怀着感恩 笑着挥手 先去极乐世界等他 喊所有家人 并度化一切众生 而这个喜剧收藏的故事 其中的情节也不是完全平坦 也是有起有落的 因为凡夫的心都是变化无常的 在忍力还没有成就之前 谁都难免有退心的时刻 当病患 当病患因为太痛苦 退时信心不能坚持念佛的时候 眷属们要先将心比心来体会 如果是我自己病得像他一样 我能表现多好 能不能始终充满信心 有笑容满面呢 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 那么病患偶然不能坚持信心 也是可以谅解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铭 台湾救狗协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夜花莲分会举办 恭送观世音菩萨土门品 修持观音六字大明咒仪轨 点灯供水药供甘露诗实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咒 日期3月10日星期五上午9点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法会被平安受逃 面线与大众结缘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公布福恩 书法禅 写好字 疑心养性 安定心性 授课老师 许志胜老师 学经历 国立台北师范学院 师事王北岳 江玉明教授 专政书法 钻科艺术 现职 新书员书画教室 书法专任教师 林山书画工作室负责人 课程简介 历代书法明家临摹 生活书法艺术创作 教学方式 1.古仪赏 1.古仪赏西 2.自铁临摹 3.应用创作 上课时间 3月16日起 每周四下午 14点到16点 上课地点 慈悲日夜 东山吉祥书方 上课地址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恰询电话 03-9580-286 03-9580-286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2.自铁与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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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